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投入到工作中 带好专业潜水设备 第一时间进入洞穴里面 查看孩子们的身体状况 在医学领域上 他是顶级的麻醉专家 在澳洲医学界享有盛名 在极限运动领域 他有着30年的潜水经验 征服过世界上各大危险水域 也是有名的动前高手 在两个领域都达到世界最顶级水平 这样的人或许不止Richard一个 但绝对不会太多 能够听到孩子们有了危险 立刻放下所有工作 只身感到太薄的 更是只有他一个 尽管Richard今年53岁 但是长时间的锻炼和极限运动 让他的体能完全不属于最尖锋时期的年轻人 而他的经验和专业医学技能 正是这一次救援最急需的 没有丝毫休息 花费了数个小时和积水 淤泥搏斗之后 Richard来到孩子们暂时藏身的空间里 为他们进行了最简单的体检 结果发现已经有孩子身体十分虚弱 他明白救援刻不容缓 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 而且这也是最近十几天以来 洞穴内水位最低的一天 他强烈建议立刻展开救援行动 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之后 被困的孩子们 按照身体健康程度 先后被送出洞外 并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Richard是本次救援活动的最大的功臣 如果没有他的专业的建议 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当Richard拖着疲惫的身躯 从洞口出现的那一刹那 在场所有人都为他欢呼 服着也就在Richard露出了一丝 腼腆又骄傲的微笑时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Richard刚刚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成了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 他命运弄人 上天给他的英雄前面加了两个字 悲情 当他在为十三个生命拼搏的时候 他的父亲也陷入了与病魔的搏斗 不幸的是 Richard虽然赢了全世界 却输给了残酷的命运 他的父亲输给了病魔 就在他走出洞穴 刚刚接受了众人的欢呼之后 一则来自澳大利亚的电话 却瞬间打碎了他的喜悦之情 他在电话中被告知 最近来的父亲刚刚离开了人世 狂欢的人们没有发现Richard的异样 可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如果他没有来到泰国 他或许可以在父亲人生 最后一段时间里陪在他身边 如果他不来 固然可以陪在父亲身边 但或许这十多个孩子们的情况 就不会那么乐观了 终于有人发现了这位英雄的哀伤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 原来就在刚刚所有人在欢呼庆贺的时候 我们的大英雄 Richard的父亲却不兴离世 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安慰这一位悲情的英雄 他来不及享受成功的喜悦 来不及去医院看一看自己亲手救出生天的孩子 而是带着满腔的悲伤情绪 立刻踏上了返回澳洲的飞机 要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也只有家人 才能够陪伴他一同度过这段哀伤的时光 Richard是英雄 也是悲情的 然而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惋惜的英雄 他也是这次救援行动中唯一丧生的一个 他叫Sam Anken M一名泰国职业军人 海豹突击队队员 在所有人眼中 他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上天入地 跳伞潜水无所不能 虽然身为海豹突击队的队员 但他原本不需要来到这里参加救援 可当他听到了孩子们被困的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自愿来到这里 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尽一份力 不论是找到孩子 还是帮助他们逃出生天 谁也没有想到 在洞穴里面拍摄的几组救援照片 竟成了记录他人生最后阶段的纪念 在确定了孩子们的位置后 他曾经多次参与架设所到 运送食物的工作 在得知孩子们所处的半密闭空间中 含氧量在不断降低 随时可能危及生命时 他随着其他人一同向洞内输送氧气瓶 就为了可以增加洞内的含氧量 改善孩子们的生存环境 让救援几率变得更大 他原本是可以不死的 但是他为了让孩子们幸存的几率更大 尽可能的想留下更多的氧气 于是就把自己的救命的氧气管留下来了 结果自己在返程的途中 因为体力消耗过大 耗时更长 最终由于氧气耗尽 他在一处积水区内 不幸才死 他为了能够将生的希望留给孩子们 留给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们 自己选择了承受危险 在孩子们成功或救时 他的遗体也运回了自己的家乡 整齐化一的军力 是对这位职业军人 悲情英雄最后也是最好的尊敬和礼赞 救援行动不是靠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就能成功的 除了Richard和Samancaunard这两位悲情的英雄以外 更需要感谢那些持续奋斗在救援第一线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们 澳洲救援队19人 Richard潜入洞穴 另外有六名澳洲警察 也是救援行动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们镇守着整个洞穴中最难通过的一段路程 这是一段完全被积水淹没的高地 里面充斥了鱼泥 高度不够 行动不扁 视野不轻 其实是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潜水者们 都无法可以确保100%能够顺利通过 更不要说要通过这里的 是一些身体虚弱 并且没有丝毫潜水经验的孩子们 但是这六名澳洲警察 从来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安慰 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 哪怕已经有人在这里牺牲 他们全部的信念只有一个 把孩子救出去 也就是在这些专业人士的帮助下 孩子们一个一个的渡过了难关 被送出洞外 当教练最后一个走出洞穴的那一刹那 救援行动宣告成功 全世界都沸腾了 除了这些可以叫得出名字的英雄以外 救援现场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 救援的成功离不开他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饿了随便吃几口简陋的盒饭 然后马上投入工作之中 这就是对于真善美最准确的诠释 当有人需要帮助救援的时候 人们不远万里汇聚到一起 不考虑语言的障碍 不考虑肤色的差异 不考虑国籍的不同 救人就是所有人的唯一信念 无畏艰险 不惧辛劳 不怕牺牲 不分国籍 有一句电视剧里的词语 不抛弃 不放弃或许就是对这些英雄们最好的形容吧 最后的最后 愿所有善良的人 都能得到人世间最温柔的对待 曾经付出的善良 或许不会马上回报 但一定会在另外的空间节点 得以弥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